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打赏 在港版国安法的作用之下 香港的大专宴校 中小学 公共的图书馆 各种政治审查持续不断 针对党独思潮的报刊杂志 以及各种书籍不断被下架 或疑似港独 我们知道在香港真正名目张胆 大张旗鼓 或以各种方式传播 被视为港独思潮的书籍其实不多 但因此被牵连了各种政治书籍不少 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图书资料研究中心 以未曾明确解释的政治原因被关闭 也许是他曾经是美国中央情报局 美新驻港总领事的新闻处的一个外围机构 藏着资料送给了中大 可能是这个原因 可惜的是 这个中心收藏的大量涉及中国问题研究的丰富的资料 已经被永久性的封存 目前专业性外国的文献资料 书籍在香港 能可以相对自由地上网查阅上网购买 但也因此闹出了鲁迅先生的著作被要求下架的校网 鲁迅先生鼓励学生上街 国民政府统治大陆时期都未曾出现的荒唐 鲁迅先生可以发表 国民党转进台湾之后实施的军事戒严体制 白色恐怖时期 的确也出现过类似的荒唐 也查经过包括鲁迅先生在内的作品 各种亲共军中人士的作品 但这一幕已经成为历史 而如今 台湾白色恐怖时期 军事戒严体制之下 发生了各种荒谬绝伦 却开始的香港出现 这其实对香港的一国两制实践 是一大伤害 近些年来 大陆的高等院校也开始出现 对外国文献或者英文书籍自查自究 不断下架的现象 加上黄火墙的技术日期月异 不少科研单位纷纷提出意见 以为如此这般下去 原本就已经出现明显差距的学科基础研究 跟世界先进技术和其他科研水平的落差 会越来越大 对培养专业人才 以及赶超世界先进科学水平 极为的不利 旅欧旅美的不少学者 特别是华裔的学者 这些年都会被邀请 回中国大陆的高校讲学 这些朋友跟我聚会的时候 他在不约耳通发现 在最顶尖的高校 同类专业讲学期间 曾有机会看到再读的博士生 全部阅读了书单 他们发现阅读量 连LSE的本科生的量 都远远达不到 而且内容都很成就 对于国际上最新研究成果 要一无所知 这位学者朋友很感慨 他还分享了前几年 在上海某个著名大学 做专题演讲 发现他们的专业的经济史的知识 严重欠缺 最后的答问环节 几乎提不出像样的问题 有个蓝的博士生提问师说 历史证明 所有当今发达国家 都是通过自由贸易实现的 国家富强的 这个学者说 他差点发火骂人 究竟是哪一本书 哪一个教授 给你们灌输的伪知识 但后来他积礼貌 脸忍住 后来有一次他在北京 也是某个著名高校 讲授全球化和发展问题 听众全部是研究生和博士生 但他惊讶地发现 很多最基本的知识 最基本的理论 他们是文所未文 在谈到各种知识封闭的现象 给中国现代化建设 带来长远的危害时 这位朋友和我分享了一段 典型的案例 2010年 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 当过世界银行副行长的 林毅夫 跟英国三个不同高校的 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 就产业政策问题 进行了一场大辩论 这场辩论中 林毅夫指出 东亚新兴工业国家 他以韩国为例 的经济成功 在于坚持推行的 比较优势战略 产业结构 从低附加值 向高附加值 自然的递进 林毅夫这个红论 立即受到三位英国学者 严厉的驳斥 认为林毅夫 或者任务所说 根本的世界上 根本就不存在 什么比较优势战略 特别谈到了 东亚新兴的经济体 工业化的成功 主要得以冷战 造成了有利出口导向的 地缘经济的格局 韩国 台湾地区 新加坡 还有香港 都是冷战提供了 地缘经济的格局 在这个前提之下 东亚的威权政府 处以经济 民族主义的信念 对经济进行了 有利干预的结果 这就是著名的 发展型国家的理论 一个核心观点 林毅夫继续说 难道韩国不就是在 清房工业发展成功后 国家有了相当的积累 工资水平 也就是内需 已经高到了 足以支撑高附加值 比如说钢铁业 在产业的时候 顺利成章的发展的 资本技术 密集型的产业吗 三位学者的英国学者 反驳道 你应该看看 韩国启动钢铁业发展的时候 是什么的工资水平 当时的韩国人均 国民生产总值 只有1500美元 如此贫困的状态之下 不靠国家支持 钢铁业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 还有另外一学者补充 当时韩国政府决定发展 钢铁产业的消息传出后 西方的钢铁巨头 包括日本的钢铁巨头在内 以及世界钢铁业学会 都是一致坚决的反对 因为他们不希望 处于寡头垄断的世界钢铁界 再挤进心的竞争者 但朴正熙不为所动 朴正熙不为所动 而且朴正熙对本国的钢铁业的支持 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 他最初是请韩国的本地的私人产业 配合政府产业政策 但看到了这些私人的财团 态度很勉强 没有一个愿意的主动配合 朴正熙就不再强迫他们合作 而是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创建国有企业 普向制铁 普向制铁发展到今天 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具竞争力的钢铁巨头 所以呢 这个朋友说 这场辩论 林立夫大败 事宜而归 但这是一场学术对话 这场学术对话 成了这个学校 以教授间通讯的形式 就把林立夫演讲观点和三位英国学者反驳的核心内容整理出来 开列进苏丹作为研究生的必读的材料 在中国 这场重要的辩论根本就无不为人知 所以这位学术界的朋友感觉到 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和主流经济学家 有一种心病 他们都不希望人们知晓 他们不喜欢的东西 他们会有意识的对外部的知识和信息进行筛选 这种学术专制的做法 不单误人子弟 更是误导决策者 决策者会误以为 更彻底认为彻底的市场化 彻底放弃国家干预是中国未来唯一的出路 即使他们对既往的发展路线有所警务 乃想改寻更张 也只能在这些经济学家 学者规定好的范围选择内打转 因为这些经济智囊 他们获取知识的渠道 和他们自身的思维方式 已经被悄然改造了 而因此中国至今 仍然走不出一条新路 习近平到处的宣扬 要搞中国式的现代化 很多邦贤的文人写了很多备注 什么是中国式的现代化 我这里就留一句话 如果中国式现代化是这么走的 后果恐怕也是可想而知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我自己的评则 所以我会不过 我自己的评则 我自己的评则 和他说 我自己的评则 你要去评则 我自己的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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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